Tony他想說他有兩隻股份都是高位有貨的 就是9868和2269 所以想問你這兩隻股份的反彈阻力位置在哪裏呢 他說是不是都要止蝕了 中線又怎看呢 先說9868 9868就是小鵬 如果你說他們的情況你見是 如果先說圖 雖然不同行業 但是跟剛才安達的情況是有一點相似的 就是那個圖形你會見到有點相似 跟李玲說錯了 是有一點相似的 然後你說 其實9868就在如果說在這個 我們叫電動車裏面來說比較新一些 也都是新的 譬如說新的1211比亞迪 這樣那一隊的 他們的概念是厲害 增長是厲害 但是說在那個成本控制上面是做得比較頑皮的 或者比較差一點 就是我們叫做新興的大家不是這樣 其實他和其他的 譬如說可能在美國那邊 你可能是理想 其實都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 我就會暫時被避 因為你看到暫時來說 在中港的電動車裏面 都是唯獨是只有這個比亞迪 是暫時站得住的 但是他會不會有其他因素呢 這個就很難說 只能說就是他可能在電動車裏面 大家看龍頭和成本控制上面 可能會比其他那些好一點 因為始終他都穩定地出到車 就是如果你說和其他比 其他那些就真的有車 但是賺不賺錢 就一向都計不到太多數 所以就變成那一堆我就很概念一下 我又不是很想撥 就是如果現在這些水平都 就算建議好像很便宜 但是都不會賴全